鱼竹过来了 你就骑的东西啥的你都带来了吧 都带来了 那你跟我走吧 好 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原因啊 我那个去年呢 帮那个南方的一个朋友呢 花了两万块钱 买了一套一千平方左右的一个房子 完了这个南方的朋友吧 他让我帮他把他的房子呢 卫生间给改造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房子吧 都是带小院的 完了那个所有的厕所呢 他都是焊厕 这个焊厕吧 他就是在屋里 他就在院里 完了 这时候呢 这个南方人呢 这个南方的朋友呢 他有点不习惯 所以说我帮他改造一个卫生间 完了 刚才给余叔 昨天晚上跟余叔通的信 他拿个电稿 因为姐把一个屋里妈 地啥的姐抛开 完了 现在还有一伙工人呢 他们一会儿也到了 那个是挖渗水井的 我一会儿呢 再跟大家说啊 余叔已经过去了啊 这套房 我刚才说的房子呢 就是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吧 一共有两个大门 这块呢 这是个前大门 完了余叔去那个后大门 他在后大门等我哈 我先把这情况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看 这就是他的前大门 这个前大门呢 门口全是水泥路 往前走一百米左右 就是我们镇中心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位置挺好的 生活还是挺方便的 就是这个房子哈 花了两万多块钱买的 连房子带院 一共是一千多平方 完了 前面有个三角 看见了吧 就是那个三角的外面 这个房子 就把这个房子改造成卫生间 完了咱们进院看看 我已经进入这个房子里了 我是从这个门进来的 完了 刚才说的那个呢 就是前面那个大门 那几个呢 是工人 完了 今天吧 把这个房子请话呢 跟大家说一下子啊 这个卫生间呢 就放在这个屋里了 进了屋以后啊 这是一个走廊 往左边呢 就是一个客厅 完了 再往左边呢 这屋呢 就是厨房 这屋有一个炉子 完了 这屋还有个冰箱 当时那个房东 买房的时候 送给他一个冰箱 这块还有个卧室 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呢 就把这个卫生间呢 给他设计到这屋里了 但是吧 就把地下这个 这个八几年 这个地板块给刨掉 这块有一个炉子 把这炉子呢 也给扒了 嗯 这个活呢 让鱼鼠干 扒完了以后啊 他得在在这个这个位置啊 往下挖一米深的一个坑 为啥挖坑呢 得把那个座便 还有吸点池那个管道 通过一米以下 完了给他给他整到外面去 完了外面呢 再挖一个渗水井 这个为啥说整的那么深呢 因为整浅了之后怕它冻了 这个嘛 这个是 这个能进来 我把这个大门拆进去 行 这个是挖渗水井的师傅 呃就挖到这个位置就行 哪个位置 这个位置 哪个是中 你不用不用 这是一会儿你一会儿你感觉感觉 完了一会儿我把那个屋里面 我那我量量 他这个屋里面那个管道 他也从屋里面就挖出来 我看凉一下 对 这凉一下尺 那凉 那凉 咳这里 就咳那个位置啊 对 你看屋里都 屋里面还得把这墙体刨出去 这墙体是五十厘米的哈 屋里再一凉 我就知道哪个位置了 他这个东西歪点指甲也没事哈 啥十米 对完了调管道就行了 对对 它主要是撂哪干的 现在开始把这个屋下那个地板 地板块给它拷一拷 在干啥呀 刨了 不要了 这不要了呗 刨出那一块出来 能不能全起下来呢 啊 刨出一块出来给起下来 对能起 一块 量到一米九 就是刚才把那个墙体已经去了 在一米九的位置 完了开始挖 现在师傅开始挖渗水井了 师傅这个渗水井你挖的多少米深估计 两米三四吧 两米五左右的说 这两米三四就能挖到你的石头吗 那能能 基本上这就这个渗水井挖完就能用一倍了的时候 对对 基本就没事了 这个就是房子的整体情况 现在把这个事情啊跟大家说一声哈 因为这个房子吧 是不是是是帮朋友 那个来改造你卫生间 这个活呢也是非常多的 找了人吧 他也是比较多的 呃 还得找木工 木工吧就是后期装修 还得找袜工 就是铺地板砖 还得找水暖工 还得改造这个水暖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管道 完了还得找这个立工 这个立工嘛就是装门挖渗水井啊 好完了像鱼鼠似的 还得刨石头 刨石头还得把这垃圾啥的还得抬出去 所以说虽然说看着卫生间这一个东西挺简单 但是找的人找的找的也是挺多的 呃 让这些师傅先在这干活吧 我那个姐回家把今天的活干完 干完活以后呢等到下午我再过来看看看他们干干成什么样了 一会咱们再过来看看啊 我到我妈家了 我把昨天晚上后台夏野生送人的朋友的单子呢 今天全部给优走啊 今天货那个还不少呢 我得抓紧干活 干完活以后我还得过去看看房子去 现在一闲整的都可忙了 呃这个松仁吧 这个一盒呢是半斤 它都是熟的了 它是放入烤箱里给烤熟的 它是无糖无盐就是原味的 完了机械拨往壳以后呢给烤熟的 烤熟的声音是非常脆的哈 听听 这个松仁咋吃啊 把这盖打开了以后拿勺快的事就可以了 这是我家乡的野生松仁 都是今年的新松仁 完了大家就想要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下完单以后吧 比如说过个一两天没发货 就说明这批卖光了 卖光以后吧 我还上工厂去排队先 因为现在陆续加工送人 送人都可多了 那一班吧 三天左右就能求个两箱左右回来 这个呢都是我家乡今年的新蘑菇 这个蘑菇呢 它都是我收上来的 大家看这蘑菇多好哈 东北小鸡炖蘑菇 用的就是这一种 这个小鸡炖蘑菇怎么吃呢 有很多朋友问我 就是抓的一把呀 完了放在温水里泡一泡 把这蘑菇泡开了以后呢 给它洗一洗 然后把那个鸡放入那个锅里开始炖 再把这蘑菇放入锅里 跟小鸡一起炖就行了 炖四十分钟 炖熟了以后这个汤就可鲜了 要是想炒的吃呢 就是这个蘑菇呢 放水泡一泡 然后打个水槽 完了跟肉丝那一起炒那个就可以了 这个蘑菇都可香了 这是今年的新蘑菇 要是不是新蘑菇吧 它没有那么大的香味 大家看这蘑菇 这都是我收上来的 今年新蘑菇 大家就想要这个蘑菇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哈 完了找蘑菇就行了 要是找不着链接呢 就是点击视频的主页 然后再出窗里找就行了 我开始诱惑了 前几天收了一块 七十年代的老梅花手表 完了一会给客户也直接游走了 现在给它放这箱子里 一包就行了 用这个皮柱把它包上 我这现在盖了一半 我抓紧把这些货呢 送快递去 送完快递去 我得过去上这房里再看看 看他们干成啥样的哈 我这得来回跑 先给家里干点 他上这房子看看 他们缺啥就少啥的 我还得上商店去买去 先抓紧吧 送快递去 我已经到快递了 先把货先送这 完了 现在呢 去看房子 我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就是用这个车给拉石头 结果太炸了哈 是那个石头拉的有几车了 就一车 就一车石头 进里面看看 这个就是大石头了 哎呦 这家伙 真够深的 啊 真深呢 在家 在这挺好挖感觉哈 他这个在土上还行 这个基本上使一辈子是没事的哈 嗯 这一辈子都没事 嗯 这这一辈子都得的 这这一辈子是满水 就一辈子 这一辈子它好渗哈 嗯 师傅 师傅那三车石头差不多 是不是啊 行 那就征据那是啥吧 那就使三车吧 对 征据那三车吧 我们这块的石头吧 它是论车算钱的 它就比如说 要这拉到第四车的时候 就是你拉了半车 他也按你整车 他也按那个你整车算 因为他这个 也上山去捡去 所以说的话 我就争取 让他 每一车多拉点哈 就多拉点 争取三车就完事了 因为这个活吧 虽然说是朋友的 但是也得当自己家伙干 你不能说货货人的说 人家就差个五六块 让他上山再拉一趟 再白花的那一车钱 是不是啊 所以说争取三车 就全部就全部给结束 完了 我呢去现在去买一个盖去 就是那个 上面射随井的盖 因为他过两天 马上要弃完了以后 对我还得买水泥 还得买沙子 弃完了 还有封 封口 我先去干活啊 完了 咱们呢 明天再见